再來看作為2017年世大運主場館的台北大巨蛋 完工的時間已經比原定的計畫晚了一年半 但是現在又傳出負責新建的遠雄建設 變更設計被推薦了七次 還意圖要強度關山 因此就議員痛批 遠雄根本就是看準了大巨蛋 必須要在2017年的時候以前完工的壓力 所以斥定了北市府 但遠雄回應變更設計是為了使用更好的建材 後資新台幣288億的台北大巨蛋BOT案 因變更設計和取得執照實成延後等因素 造成工程延宕 台北市議員高嘉瑜質疑 新建大巨蛋的遠雄巨社 變更大巨蛋的外觀和屋頂材質 被都市審查委員會推薦七次 根本就是蠻恨不講理 八次的委員會的變更設計 七次要求變更外觀 都市委員都說 這樣子的外觀我們不能接受 這樣子的外觀無法向市民交代 一而再再而三的強度關山 要求我們市政府妥協 原因就是市政府根本拿遠雄 一點辦法都沒有 每次提過來的東西 其實外觀樣子都差不多 可是它裡面的話 因為它的一些分割的樣式 或者它材料的選用 其實會影響到它整個立面的呈現 大巨蛋原定在2014年6月底完工 現在確定延宕到2015年底 2016年市營運 2017年將成為台北舉辦市大運的主場館 新設計將巨蛋屋頂的天窗移到兩側 以免舉辦棒球比賽時造成選手困擾 屋頂的材質也從原本的泰新版 更換成泰版 耐久新漢成本都大幅提高一倍左右 不過巨蛋的外觀卻招來議員的批評 從原本市長口中的藍寶石 變成現在的一個大皮蛋 他用什麼形容成是一眼自己的想法 現在要用更好的最好的材料 而且是我們中鋼特地研發出來的材料 那為何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能找到最好的方法設計出來 我總是要去說服委員說 為什麼我要併你這樣 都發局指出現在已成立專案會議 29號將再召開都審會 討論大巨蛋的外觀設計變更 到時候才知道能不能通過 U10TV正希穎至剛台北報導